裡面你可以把它彈開來 看到裡面的話就有蠻多的 其中有一個部分 關於第五章 圖片的訣竅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你看這個 將圖片轉換成指定的尺寸 好像有需要 任意尺寸分割 簡易的動畫 Image View的動畫 每一個好像都是 很善的一個效果 其實都可以拿來用 其中呢 待會我們講重點 我們需要的 其他 暫時不需要的 請自行去練習吧 這個我跟你講 練功時間實在太多了 我後來發現 上這門課 我光做那些東西 花的時間 比我教其他課多太多了 一坐下來 像我太太常說 你到底在幹什麼 後來我跟他講說 你搜尋那個 我剛剛講 他就知道 對你搜尋徐志摩 你就看到了 他說 你好棒 就這樣 所以他不然他就懷疑說 我是不是跑去哪裡啊 然後 是不是跟 網友聊天或幹嘛 其實通通不是 我非常 專心在做這些事 因為這些事情 還不能被打攪 所以我跟他講說 有時候 我不理你 不是因為我 我真的不想理你 是因為我要需要專心 所以 跟他稍微溝通一下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個叫 可放大縮小的image 第150頁 範例是在 060 其實是有點不太清楚 不過這本書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日本人寫的 因為日本網路上蠻多資源可以用 反而 我們有些大陸 有時候 亂不太起來 在Google 你們應該Google都知道 那裡面要怎麼用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裡面 在他的source裡面 有一個class 是.java檔 你就把那個.java 你就把他解壓說 你不用去 去開啟專案 你就把他目錄打開來 找到src 那個目錄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java檔 那個.java檔我講過了 你可以不需要 一定用eclips 你用那個notepad++ 也可以打得開 你把他裡面的複製貼過來就好了 再不然的話 你把整個檔案 我這邊是交櫃整個檔案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整個檔案下載 因為我剛剛有把他乾脆直接把他roll上去 你可以找到那個 在這邊 下面有一個 點class的檔案 我剛剛有roll上去 我看是不是roll到 我把它等一下roll上去 roll到這邊好了 看一下 這個檔 OK把它roll上去好了 就這個檔 所以點一下的話呢 請各位 我這個檔叫 Touch Image View 它叫Touch 多一個Touch Image View 這個檔案的話 你們等一下 roll一下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點下去 你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很簡單 你下載之後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對不對 然後呢 切到你的Android Studio裡面 這模擬器 在這裡 把它怎麼樣 又按右鍵 貼上 看到了 就這個 好 第一步完成 你就有縮放的功能的類別 功能喔 類別實際上 你如果沒有引用它的話 它不會work 那我們要怎麼樣引用它 非常簡單 做第二件事情 這個地方 它完全不需要做其他 你只要怎麼樣 把它取代什麼 取代Image View就好了 那怎麼取代 特別注意喔 可能有一點點不太 它是Extense 有沒有 Extense是什麼呢 繼承 這物件導像裡面 有Java裡面有啦 所以 剛剛中午的時候 同學有提到 他 聽那個 有聽跟沒聽 應該 差很多啦 整個完全應該有點 毛色頓開的感覺 因為Android裡面很多觀念 都是Java的觀念 其實基本上 都完全是Java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繼承它 所以它擁有它 複類別的 所有的那個 比如說它要做什麼 但是它多了一個 都那個什麼 縮放功能 所以它會 把那個 就是多出來的功能加進去 那我們要怎麼用它 其實在這個翻例裡面非常簡單 接下來不是去開 main.activity 不是程式部分喔 請你開介面 先把這個名稱給複製一下 複製它對不對 開一下你的那個 介面 切到文字模式 再來呢 請注意一下喔 請把你的這個什麼呢 原來的image view 改為什麼呢 test view OK 這樣子 但是呢 你會發現喔 它馬上會出現什麼 the following 這是class cannot form 有沒有 找不到 為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還少一個步驟 請你在這個前面呢 加上它的套件名稱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是在哪個套件 這個套件 所以你再打開這邊 它的套件名稱在這裡 comm 點 有沒有 我是叫label CH06的photo player Ctrl C 一下 再切到你這個地方 的前面 貼上 並且加上一個點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它的圖有沒有出現 有出現了 不過它 還是沒找到嗎 這樣應該把它save一下看看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不過因為呢 我們自己寫的 Android Studio 應該理論上這樣OK的 然後如果你圖出現的話呢 那表示說 你這個問題應該解決 也就是說 特別注意喔 你等一下做兩件事就好 如果這兩件事做完之後 你就會有說法功能 一 把這個給貼上 從雲端上貼上 當然或者你將來呢 書裡面有光碟 裡面的那個class檔 直接貼到這裡面來 它是一個class 不過貼上來之後 它副檔名不見了 第二個就是把這個畫面裡面的 原來叫image view 其實就多這個前面的東西 告訴他說 我就是在這個 這個套件裡面的 這個類別喔 以後就用這個來取代他 因為他是他兒子啦 所以他以後他的 他所有東西呢 就由他來負責 不過他多了功能 縮放 這樣子 理論上就OK了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這兩個動作 那很簡單吧 OK 所以試試看喔 如何運用 這可能要試一下 做手了應該就OK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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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